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即使在黑夜也不怕看不清了 据实验用过的人都一致认为 打字时外置键盘确实更快更好用了 不过它的缺点也不少了 首先它就是个简单粗暴的在底部增加一个键盘 这样本来就越做越大的苹果手机相当于又加成了一截 颇有网上盛传的iPhone20的架势 而且苹果好不容易把物理键盘给整没了 回头又被添了回去 拿在手上比麻练还长 像个遥控器 重点是它的价格还有好几百 平时还要单独充电 你会想要这个手机壳吗 视频速来自Facepo 由Max Honor创意公园翻译剪辑制作 感受最美的创意生活 请关注Max Honor创意公园